你在八一時是要有腳水腫嗎? 那時候後來有什麼問題嗎? 是沒有,只有很輕微 哦,輕微 因為腳水腫還是要想到心臟或腎臟的問題 你們兩個結婚多久了? 四個月 四個月 那為什麼會想要詢問到人工生殖這一部分? 咦? 看看你的四十年一日是幾月幾號? 我的四十年 哦,六十九年 哦,這個要了,四十歲了 對,這個因素是還 這是一個大問題 四十歲年紀 生孩子只有三件事項最重要 你人的年紀,你人的年紀 第三個還是你的年紀 你的年紀決定一切 你們是,四管音樂是詢問階段還是要去做? 呃,想走這一個 這一個 四十歲應該在實際上應該是 那你們有計劃生一格或兩個嗎? 呃,這個我們不是很了解它的 就是說,因為我們四管音樂的把握度 已經到八成到九成 就是我們自己年部紀錄 就是用QPC24去顯胚胎 其他正常染色體 像外面那一對夫妻 就是他昨天切了八個胚胎 估計會有四個染色體正常 我放兩個大概就兩胞胎 這樣的一個把握度 所以今天如果說 你今天是要走四管音樂 勢必四十歲 你有百分之八十胚胎 日產色體不正常 他可能是唐氏症或會流產的胚胎 那勢必要經過篩檢健康的胚胎 不會流產的胚胎 不是唐氏症的胚胎 還是小孩子畸形 那這個是現在是已經進入客製化 跟可以去定做優勝寶寶 各方面都可以選 就是你押的寶寶 所以如果說 你今天四十歲 在醫學上的要求下 然後適應證 我們有義務提醒 你要做四管音樂 沒錯 四十歲 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 你的精醫有應夠檢查嗎 沒有 我等一下跟你演一下精醫 現在四管音樂分兩塊 他的做法就是說 做未來的孩子一個月 白孕是另外一個月 所以做未來的孩子 是任何月經第幾天 你今天月經第幾天 你今天月經第幾天 第一天 打針取卵 配胎冷凍起來 今天是9月4號 如果開始做的話 是9月16號取卵 我們會動起來 9月18號動起來 那十月份 光輝的十月我們再來 顯尼亞的備帶 放兩個進去 那就送胞胎 大概是這樣 我們現在幾乎 放兩個都送胞胎了 有個天津來的張小姐 有個福星來的楊小姐 有一個東師來的 她是放兩個中醫科 有一個 越南來的陶小姐 都是放兩個 他們經過篩檢 只要是講 這裡正常就會反應 像昨天 外面在等報告的 她切一包 她等一下知道報告 就會換兩顆 那我昨天直接跟她 嗆讀 你一定送胞胎 我們還沒有換胚胎 我們就有把握讓你送胞胎 那你如果給我過多卵子 十二顆卵子 我大概有把握讓你 5分 我今天好像是食師 我是阿基斯 我是米其林主持 我要做一桌的好菜給你吃 那你要給我料 你要給我米 你要給我菜 你要給我肉 換句話說 你要給我卵子 你要給我精子 我就會變出你的孩子 所以你的卵子 你的精子是原料 那我要做一桌豐盛的菜 那你要吃馬上大餐都行 對 通常現在食館銀耳就這樣做 像有一個親子的蔡老師 39歲你這個年紀 她想要生一個 她做了胚胎 放了生一個男孩 那她有胚胎七個洞在我們這邊 那她想一個孩子看她 看開始很可愛 可是這一歲半的時候 看到一個很孤零零在那邊玩玩具 越看越可憐 她就下來就把其他胚胎一解凍 兩個女生 可是她這輩子就做一次食館銀耳 她生了三個 所以你只要做一次食館銀耳 要生幾個就 就那一隻完成 那你現在40歲 也許你41歲生老大 那也許43歲也不用再做了